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週年大會 各個政治局常委和上屆領導人都有出席 但就不兼前任總書記江澤民 胡錦濤在致辭的時候說 中共在歷史上曾經犯錯 甚至遇到嚴重挫折 又說黨員必須要聆聽民眾的聲音 王麗萍在北京報道 總書記胡錦濤在一個多小時的演說裡面 多次總結中央過去90年的經驗和教訓 在歷史上的一些時期 我們曾經犯過錯誤 甚至遇到嚴重挫折 根本原因就在於當時的指導思想 脫離了中國時期 他說黨內的腐敗問題 仍然關係到黨的生死全亡 反腐敗鬥爭行私依然嚴峻 任務依然艱巨 如果腐敗得不到有效層次 黨就會喪失人民信任和支持 全黨必須警鐘場面 胡錦濤說 每一個黨員都要將民意放在最高的位置 也都要處理好人民內部的矛盾 在講話中胡錦濤重申必須堅持改革開放 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單單此題仍然離不開穩定 同意經濟建設為中心 有線電子記者 黃麗萍在北京報道 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 缺席建黨90周年慶典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認為 不是很沉上 外界亦都開始關注到他的健康 甚至是下屆領導層接班問題 中共黨慶90周年而他不出席 面臨新的挑戰 尤其是包括消極腐敗等四種危險 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 香港慶祝回歸祖國14周年 全港多處有慶祝活動 有50多個團體在中環舉行的嘉年華 發放5110個氣球 象征香港回歸5110天 文日拉總統查韋斯公開承認自己患上癌症 聲稱已在古巴成功接受 切除腫瘤手術 目前正在康復中 東非烏干達一所小學日前下課後 因為下起雷震雨 很多學生留在教室躲雨 沒想到校舍卻登場被閃電擊中 造成23人死亡 將近100人受傷